一个160万是普通的两倍 这要是开不出金枪真要亏死了 好 挑战开到啥就用啥 啥枪都行 是金的就行了 血亏 我裂开了 这才多少钱呀 连个零头都没回来 这里包属实有点坑 今天就要用这把枪 好在虽然举亏 但这枪实力还行 起码可以用它把亏的钱赚回来 好的 开始 这复活点小心一点 前面八成遇到人 果然 发现目标 许久不用 手感好不适应 这枪最尴尬的是子弹都捡不到 我直接带了进铅法 顺利进到辐射区 争取一把转回损失 抓紧时间把附近的开了 马上去主楼 两个生物样本 运气不太好 红的都没有 快来人了吧 上去等着 说曹操曹操就到 搞定 啥调了 还是个专业老六啊 这枪可以的 请怪别人都听不见 正好我也用一下 等等 警报又来了 撞枪口上了吧 还好 解决两个威胁 出了两个蓝图还不错 又爆粉了 这个好 活动换下VSS 价值百万到手 开局很顺利 我也该继续了 终于来金条了 目前来看我还是很黑的 好家伙 从现在开始转运了吗 开到把皮肤枪也不容易 只是我背包就犯难了 又一根金条 果然开始转运了 每个里都有红的 六级包都不够看 太肥了 子的该扔就得扔 又是一根金条 难道没人来了吗 这样下去起码四百万 一个都不放过 背包满了就扔 球金砖呀 金砖 还没来人差不多稳了 竟然出了黑卡 我都不想开了 否则空间更不够 下次再说吧 这把好爽 等于一个人开遍所有箱子 好 返回 绝对把损失的加倍 撞回来 本局收益四百五十万 刺激 当然要趁热打铁 一把四百多万 两把就快过千万了 刚想开车 听见脚步 来得够快的 他竟然走了 没听见我 太轻松了吧 不会又是枪吧 好家伙 开门红啊 还有辐射把 竟然没有 想去当老六 复过点又是没办法 又是上把那种情况 开局一根金条 这地方得小心对面楼顶 各个里面都有红 又上来了 不过等了半天 一个人没有 我也不想傻站着 开就完了 但这时却传了枪声 太死无鸡蛋了 哪里吧你 还这 打草精蛇了呀 尴尬了 他还不服 这家伙伤害好高 还得行没空 不打理他 我开我的 等等 貌似下来了 这不是找六吗 啊 咋上去的呀 问题不大 啥也没掉 还赚了四个变卖物 这把掌记性了 小心那个平台 不对 后面跟个尾巴 好险 有点失误 子弹我也用不上 没想到有人这么快 我也不敢落后 比他先一步到楼顶 抓他去 怪了 人哪去了 不等了 边开边等 我听见下面有脚步 很快又消失 他不会知道我来就溜了吧 大概率是了 主动放弃这么多箱子 是个狠人 这平台上得去吗 难道从楼顶 果然这箱子都被开了 人却不见踪影 溜就溜吧 别挡不住 好家伙 又来皮肤枪 这两码什么情况 以前真不这样 这么安逸吗 敌人都没有 让我随便开 走了 虽然少开不少箱子 但安逸呀 跟白简一样 没有意外安全返回 又是200万到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